早安 今天早上的雞雞有一點冷 然後現在要去買早餐 買完早餐之後呢 要一座火車去雲林 現在要這一間中西市早點 蠻多學生買的 所以就跟著學生吃早餐 然後這是我買的菜包跟豆漿 那我們一搭車吧 我買的家庭 我買的家庭 很喜歡的刀 爬子 你也有多選人 我買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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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買的家庭 我買的家庭 我買的家庭 攬家庭 把小店 到禮拜的時候 搭上了特色電車 整台車都好像層層類 然後上面呢 其實有提供 目前幾集 有一些香蕉的歷史 所以都還蠻幸運的 然後椅子上其實有一些扣子的設置 所以我們放空 那我們就回喝水吧 今天是12月2號 剛好遇到台灣 有一個很大的變天 因為原地抖六這裡都覺得蠻冷的 所以決定先走到了那個抖六西市場 去吃碗熱湯奶奶暖身體 本來想喝碗跟湯的 但是好像現在太早了 然後有很多店都還沒有開 所以決定慢慢先晃到太平街跟雲中街走走 我們現在走到的就是太平街上 然後後面這一整排呢 都是太平古街的一些舊建築 蠻古色古香的 但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 那個招牌會擋到建築物 所以沒有辦法拍到一整列 不然一整列應該會很漂亮 那我們現在就順著太平街走到雲中街 去看看 我把蠻古香的火燒走 快點到太平街 我把蠻古香的火燒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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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剛剛吃完了碗粿 我們現在回西市去吃頓家肉 我發現好像挑錯時間來到斗六 其實我剛剛在這附近已經晃很久了啦 就是想要去的咖啡店跟雲中街的一些店家 好像週二都公休欸 然後另外有一些餐廳也是週二休息 覺得好像到哪都沒有地方去 所以剛剛google了一間咖啡店 決定先去那邊休息 然後試跑一下等一下要去哪裡 剛剛在咖啡店那邊喝完了飲料 老闆娘蠻健談的 聊了很多關於目前環島的事情 還有她也有推薦一些景點給我 但到時候會看時間安排還有速度順路 再來決定要不要去她推薦的景點 總之我們現在先回斗六車站 要坐車去嘉義 走吧 這裡是演起生活 我們下次見 18 Stockiver 1個鍵 1個鍵 competitions 東行 1個鍵